我們就請社會局先說明 好嗎 來 請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社會局就兩點做一個補充的說明 第一點 我們是針對整個土地糾紛目前進行的狀況 向各位委員做一個報告 第二點是就社會福地的整個使用 用地的整個規劃的趨勢向委員做報告 基本上是這兩點 那麼第一點有關社會福利的整個用地的處理 那麼因為之前是前一個案是因為BOT的特許廠商 博德公司在整個開發時程的嚴重的落後 那麼所以市府在一百年的時候 一百年8月23號 那麼和通知博德公司解約 那麼這個解約之後呢 那麼三方提出仲裁 那麼這個仲裁案呢也在一百零二年的 這個一百零二年的二月呢 二月底呢做成仲裁判斷書 那麼就是要求博德公司必須要 塗銷地上泉 那麼這個 這樣的一個土地呢 那麼土地的地上泉的塗銷呢 也已經在三月間 由市府來完成地上泉 就是整個地上泉的塗銷 同時在一百零二年的六月 市府已經取回土地 那麼取回土地之後呢 市府開始 積極重新做規劃 目前的進行是這樣子 那當然後來博德公司 還是就任務 他還是提出來 在四月間 還是提出來認為說 那麼 那個只是圖銷地上泉 那麼但是呢 他裡頭的那些程序 還沒有完全的終止 所以還是要市府繼續 來協助他做後續的 三項審議 就是樹保環評跟都審的審議 那麼基本上 因為地上泉已經塗銷 那麼土地 市府也已經取回 所以呢 在不管是樹保環評跟都審的 整個處理呢 事實上已經沒有可負擬的這個空間了 所以目前呢 雖然還繼續在 對博德公司提出 還繼續在仲台跟相關的訴訟當中 但是基本上 這個部分的土地的整個 整個處理的整個 不管是他的所有權 或是他實際上的持有的狀態 目前都在市府的手上 目前的狀態是這樣子的 第二部分呢 有關市府用地的重新 規劃跟處理 那麼這也是跟整個 社會福利的發展有關 之前啊 整個社會福利的開發 那當然是考慮到 這個BOT廠商 它的整個營運 在整個 營運上的需要 所以在前岸的規劃 相當多的 相當高量比的老人住宅 規劃 那麼後續的整個 後續的整個社會福利的 目前的規劃的方向 比較是 因應未來的老化的需求 做比較多的改變的是 在預防性的措施 也就是呢 對於身心障礙和老人呢 的整個 失能之後的快速的重建 和預防的這個作為呢 後續的規劃案呢 在這個議題上是設比較多 那麼 另外呢 就是 過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 就是我們的幾處平價住宅 那麼 呃 實施的結果 幾十年下來 從民國六十年間 興建的 平價住宅 那麼這個地方 也有一個平價住宅 總數呢 當時有 呃 差一 呃 淨空之前呢 有五百四十戶的平價住宅 在這個地方 那麼因為平價住宅所帶來的 整個標籤的作用 和整個 社區的 這種 彼此之間的隔閡 所以呢 後續的整個社會福利的整個 規劃跟使用 僅可能是 採融合的方式來進行 就是希望 透過 公營出租住宅 或是社會住宅的這個融合 能夠去除掉原來 發展就是 平價住宅的標籤化的問題 以及 整個社會隔離的問題 那麼因此呢 整個社會福利用地 在整個市府的考量 我們內部的討論裡頭 那麼除了這樣的功能 就是整個 社會 呃 更積極的 呃 失能重建的這個功能之外 那麼對於 呃 整個 弱勢居住的這樣的一個議題呢 我們是採融合的方向 來做規劃跟設計 那麼所以呢 啊 整個後續的發展才會變成 今天提出來的 啊 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麼以上呢 社會局補充請各位委員指教 謝謝 謝謝 我們下面請文化局 我剛剛忘記了 交通局也準備 要說明一下交通 停車等問題 文化局說明一下 好